葵盛西村爆刑,居民不用强制检測及撤離做檢疫 專家批評政府的做法不夠嚴謹 建議强制已搬走的住戶做檢疫 政府亦都盡快介入 如果居民不合作,可以考慮短暫封鎖大廈 陳知榮報導 2月清衣長康村康美樓同一座向上下樓層先後確診 懷疑派氣候波毒,部分居民要撤離 1個月後,大埔赴亨村亨泰流排氣管都是懸空 在天台用擾流效應播毒 到6月,立元村六泉流都是同一座向感染 3棟大廈指定住戶都要走 今次爆疫的葵盛西村8座和之前不同 是5樓有多宗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說是橫向傳播 變成其他樓層的住戶風險不高,不用撤走 同層的都不用,暫時不需要強制檢測 不過就有居民自己搬走 專家不同意政府的做法 現在政府處理的方法不夠嚴謹 很擔心那座樓層裡面繼續有傳播鏈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那段的做法 就三管齊下,強制檢測,禁足 以及已經拉了行李箱離開了葵城西村那些 全部收拾回來做檢驗 另一個專家就說居民樓是家最安全 因為消毒環境之後已經解除風險 政府能夠盡快介入,盡快完成檢測 你知道裡面那個爆發去到什麼程度 又是決定那些人裡面風險特別高 可能需要檢疫,是感染都感染了 你搬走是避免不了那件事 反而你不斷在裡面移動,在樓宇上面移動 或者你把病毒帶去其他地方,帶去其他家人 他說政府可以考慮短暫封鎖大廈 但如果居民合作,就不需要 有線烈士記者陳志穎報導